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中心设计的周浩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 武汉市光谷科技会展中心方舱医院 据说的话这家方舱医院的话 是一家非常智慧的方舱医院 我们今天就一起去看一看 现在我们进到了方舱医院里面 我们看到这有一个远程的问诊平台 我是方舱医院的护理部主任 就我们了解通过该平台的话 方舱医院内的21个诊疗工作站 可利用5G无线网络 结合远程视频会议系统 实现方舱内外的实时视频沟通 与一般视频平台不同的是 该平台还与武汉多家医院 共用一套系统 共享多远专家资源 也就是说 如果一旦有需要讨论的病例 或者有紧急的情况 方舱及统计其他医院区的专家团队 可以立即通过5G网络 从云端调阅患者的临床数据 进行多学科的远程会诊 给出专业的诊疗方案 通过我们这套信息化系统的话 一个是能够把医疗队的所有的医疗规范和流程 能够去做统一 另外咱们的医疗质量也能够得到有效的提升 光谷科技会展中心方舱医院还应用了 无人驾驶 无接触式的配送车 在方舱内外进行短途的医用物资 生活物品传递 这款无人配送车是由白溪流团队无偿提供 利用了人工智能以及无人驾驶技术 这样既能够有效的避免配送人员 直接接触带来的传染风险 又能够减轻方舱医院后勤人员的负担 我们是全国首家方舱医院采用无人配送车系统的 我们的无人配送车可以及时地把我们患者家属的物资 包括我们的药品的物资 能够快速地从舱外运送到舱内 也是很大的缓解了我们后勤人员的工作压力 也能够及时高效地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相信大家种植层层智能战役 这场疫情一定能够尽快结束 我们尽量减少医务人员与病人不必要的节奏机会 比如说搬运无知 我用无人驾驶车 比如说分配传闻信息 我用智能化的云品带进行分配 比如说我们多方远程会诊 我们知名的专家可以通过云品带与患者 进行远程的会诊 指导治疗 就是又精准的施策制定了这个治疗方案 同时专家与患者没有节奏 高科技的智慧手段 周围患者加速康复 为达到灵感 也是一个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基础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提供